我國的投入現在在科技的投入裡面的力度來講的話 現在應該是全世界排在地藥的 稍微落後美國 我國投入的科研經費 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 但是以這個人均來講的話 我們投入的經費是比其他的 尤其是美國這邊來講還少 就是某國各方面的科研 已經很多各種技術已經在領先的 但是有一些的關鍵技術 因為是在歐洲國家美國那邊 他們先起步了 所以有些專利還有一些的技術 他們投入的早期時間比較長一點 所以他們擁有一些的工藝技術 這方面我們沒辦法競爭 但是這個假以時日 我們等於說全面的投入以後 我們可以很快的追趕到其他國家的這些 所有他們所謂講的這些專業的這些專利的這些技術 現在就是美國對中國的芯片的製裁 那製裁的影響呢 我覺得影響非常重要 第一個中國是一個製造大國 它如果芯片一製裁一短缺的時候 很多跟民生整個工業有關係的 整個產業會因為芯片的斷缺 會變成整個的產業鏈就斷掉了 所以它不是只有影響中國 會影響整個國際上的產業鏈 製裁之後呢 整個國際上的其他的國家 也因為製裁中國造成芯片短缺 造成這個產品沒辦法去銷售到全世界 那全世界都會受到這個困境 現在呢華為呢本身也有升騰的芯片 它的整個生態產業鏈都有在佈局 那也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當然這個需要時間 國外的芯片的製造裡面很有可能是已經累積了二三十年了 它從最基本的這個光刻機一直到這個材料 一直到這個工藝 這個全部都是集成的 並沒有說在兩三年就可以做成 那現在最主要的問題 我認為最主要的就是因為很有可能 這個成本比較高 或者說你做成的這個芯片裡面 你這個 這個 這個準確率不高 就很有可能做一個芯片 你做一百片才有一片的這個準確率 所以說在用到民生方面 民生的應用裡面 這個沒有辦法完全打開 這個技術裡面要再提高 這方面呢從工藝裡面著手 這方面很有可能可以克服這個困難 還有從基本的這個機器著手 那剛剛我們提到 剛剛我提到光刻機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現在全世界的光刻機就有一兩家在做 它不賣 它不賣給中國的時候 中國就沒辦法做 所以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我是覺得應該科技合作 因為科技這個東西是一個全球合作 加上我剛剛提的原材料的部分 基礎材料的部分 還有基礎這個機器的部分 一個國家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說你要做成一個 科技在整個創新部分裡面來講的話 我是認為還是要跟科技合作 跟其他的國家科技合作 這個技術是共享的 我的技術你可以用 你的技術我來用 你未來用 motor 好像沒有錢 你沒有香港人 你怎麼沒把你逮捕